海流來襲全台冷搜搜 我們看到旁邊這個中天寶寶都在打噴嚏 打噴嚏要戴口罩 我們現在沒有防疫距離 那在雪山的這個溫度跟濕度的助攻之下 陸續都飄雪了 雪山圈谷的積雪已經達到了70公分 很深 那山坡步道全都是附上一層白雪 荷歡山則是在上午下了一陣的兵線 遊客嗨翻了 在宜蘭的太平山溫度只有零下一度 雖然沒有下雪但是沿途的植物呢 都結了冰柱冰珠和霧松 這個夢幻如同仙境一般 雪山下雪了 山坡步道覆蓋上一層銀白 宛如北國雪景相當美麗 雪山圈谷積雪已經來到70公分 滿地的白美的夢幻 而在369山莊附近 雪花是一片一片從天而降 有山友堆起小雪人 非常可愛 下雪了 寒流入侵 高山地區低溫 加上豐沛的水氣 雪山陸續下雪 坐六 坐日 陸陸續續的下雪的累積下來的結果 各個步道上面 很多地方都是結冰的 而荷歡山也濕冷 但雪還沒降下來 只有冰線 超美的 冰線夾雜雨水一點一點的落下 遊客們伸出手拿起雨傘來迎接 等一晚值得 和荷歡山武嶺 氣溫只有一度 雖然沒等到雪 但點點墜落的冰線 還是讓連夜上山的遊客 直呼好值得 我們12點就出發了 從哪邊來 台南 台南喔 對啊 宜蘭太平山溫度更低 只有-1度 濕度有99% 路邊的芒草 無葉松 都已經結成冰柱 珍狀的葉子被冰晶凍在中心 閃閃發光 太平山湧近2000名遊客 雖然沒有等到下雪 但沿途欣賞冰柱 冰珠跟霧松 霧蒙蒙如同仙境般 也是一種 視覺饗宴 記者綜合報導 好啦我們除了去看雪之外呢 其實也可以看櫻花 因為最近的櫻花季 很多民眾都會四處去賞櫻 那新竹尖石箱 有一處秘境 叫做 俠克羅櫻花谷 11年來首度對外開放 滿山頭的盛開春櫻 就像是一秒就到了日本一樣 而尖石箱呢 不只有櫻花 現在的紫色薰衣草的盛產期 民眾走一趟 也可以到新竹那邊看看 可以一致 想盡兩種繁花美景 粉嫩的櫻花 綻放在枝頭上 放眼望去夢幻的粉色花海 宛如仙境 新竹尖石 俠克羅步道旁的櫻花谷 首度對外公開 從高空俯瞰 滿山頭盛開的櫻花 搭配環山風景 就像一秒來到日本 遊客忍不住拿出手機相機 將眼前粉紅花海美景 記錄下來 櫻花谷過去不定時開放 只有少數內行人才知道 在谷主十年的用心栽培下 園區處處都有絕美的櫻花林道 今年正式對外公開 每天只開放100人入園 只要預約登記 不用人擠人 就能近距離賞櫻 不止櫻花谷 可賞櫻 台中厚利的泰安派出所 被稱為最美派出所 從19號起展開14天櫻花季 桃紅色花瓣 點綴日式建築 浪漫夜陰 讓人看了如痴如醉 好浪漫啊 真的啊 補中作樂 櫻花盛開 值得值得 除了粉紅櫻花海很吸睛 建石鄉的浪漫紫色薰衣草 也是人氣景點 一大片紫色薰衣草 隨著山坡延伸搖曳 遊客在紫色花海中沉醉不已 很像法國普羅旺斯 每年的11月到3月 是薰衣草的花季 盛開時 猶如絕美浪漫的紫色地毯 夢幻百分百 繁華似錦 不管是粉色夢幻 還是紫色浪漫 都充滿了春的氣息 記者和夢謙林一文綜合報導 我們在這個留言區有很多人是寒冷寒冷 如果真的不敢出去吹風看櫻花的話 可以到哪裡 談談最新的大型唱貨中心 市營運之後 第一個週休假日 就入朝多達到滿出來 你看到沒 中午12點 才營業 停車場就已經是大排長龍了 那裡面的每個櫃位 都是排隊人潮 每個人都排隊人潮 那業者就說了 假日人潮將近有3萬人 有網友就提問了 那如果來說 全台灣最強的outlet 是哪一間 就有網友狂推 這一間喔 因為打折打到骨折 絕對買到你手軟 台南最新outlet 新店 市營運店裡面全都是人 大家手不踢要排隊 美食街大排長龍 更不用說精品櫃位 裡面滿滿都是人 台南三井outlet 剛是營運第一個週休 單日就破3萬人 台南沒有的店 就開在這邊 所以就是要吃東西的話 感覺這邊是算滿新的一個店 日料餐廳名店一整排 來走看右看 通通都是人 想吃得排隊 基本一個小時起跳 但全台從北到南outlet 這麼多 民眾有逛 也有比較 我覺得桃園的 三井outlet 比較好放 動線 比台南的別人 感覺上比較好 有網友也提出相同疑問 到底哪間 才是全台灣最強 列出台灣 從北到南 林口的三井 有季節跟高鐵 特點是交通方便 台中港是海港商城 還有摩天輪 高雄的一大則是品牌直營 但有網友推爆 桃園親埔的華泰名品城 立刻獲得冠軍大位 網友說打折有過便宜 每次去華泰 都感覺錢包被洗劫 華泰買到手軟 但也有人覺得 外國outlet打到骨折 國內outlet買下去 回家會被爸媽打到骨折 台灣的價格報應 不過新店還是讓民眾好奇長鮮 大概有超過三萬 說真的有人超過多的時候 會請顧客稍微保持一點距離 新店人多還是有防疫疑慮 難得有新開張 也引起民眾探店的好奇心 有比較自然就分得出高下 誰才是最強outlet 記者賴關將領智慧 台南報導 我剛講完我們的中天寶寶 就已經戴上口罩了 那我們來看到全台灣 被動成番薯 台中的殺戮靠近海線 低溫只有9度 卻有一間公廟 特地準備了將近 50萬的現金 要讓民眾來抽 最大包的是 100元的美金紅包 下午3點開始發 早上11點就有人排隊 看這樣一整排這樣過去 放眼都是人 全部人都包緊緊的 甚至因為下雨 有人是乾脆索性穿上了 雨衣來排隊 超熱血的 另外有不少人也選擇到 彰化的西湖 吃上這一碗 暖暖的羊肉爐 補氣暖胃 羊肉爐滾到冒泡 光用看的就讓人直流口水 老饕們迫不及待喝上一口熱湯 暖到心坎裡 我們特地從桃園下來吃的 給他們三個讚 喔不五個讚都不夠 張化西湖 羊肉爐遠近馳名 就算寒流來襲 遊客還是特別難下品嘗 用餐時間一到 坐無需席 感覺就是 吃完就想戳外套 都不會冷 沒有在怕寒頭 業者說羊肉溫不去寒 天氣突然變冷 就是他們生意最好的時候 但人手只有這麼多 忙到分身法術 天氣都降了10度以下 所以客人爆震子 大概只要幾層 大概至少6層 6、7層 室內暖呼呼 但戶外寒風刺骨 來到台中沙路 靠近海線又更冷了 低溫只有9度 民眾趁著傘 大排長龍 是在等什麼 很冷 可是很值得 因為信眾還願 當地公廟第一次舉辦抽獎活動 準備送出美金紅包 100美元到200台幣的 獎項不等 總獎金高達49萬6千元 差不多11點就能來拍了 因為天氣順暖 我是有見身體的群 差不多是在那邊才開始來拍了 美金太誘人 從廟裡排到廟外 綿延一兩百公尺 連小朋友都來醜人 民眾準備暖暖包 穿上大衣外套 還有套雨衣 全身包緊緊 提前4小時就來排 有錢拿就一點都不怕了 記者神聖皇生夫的雲傑 中華台中採訪報導